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帶大家去一個商場 可以吃到一些街頭小食 這個商場是荃灣的全新天地 這裡是全新天地的第二期 在地下那層 以前這個商場是有一間鮮絲百貨公司的 但是它結業之後 它那個地方間開來做一些食肆 開了很多新的小店 現在這間就是一間專食和牛漢堡 剛才我兩點多來的時候 都看到有些人在排隊排長龍 這個就是它的餐 有88元98元 但我未吃過 但是我想下次可以試一下 因為看到也有些人排隊 它旁邊這間就是吃一些辣的食物 湖南食物 例如這裡寫著湖南臭豆腐 還有一些像剁椒魚那類的 還有一些飲品也是挺漂亮的 這些就是一些雙菜、村菜之類 如果吃得辣的就可以試一下 如果吃得辣的就可以試一下 然後再過一些 就看到有些是賣甜品的 這間像是賣甜品、咖啡的 也有些人在這裡等 現在我是星期日的下午 大概是3點多至4點左右 然後走到這間就是叫青蛙仔 它就是賣一些我們平時以前在街邊才吃到的 例如蜜魚、紅腸、山腸、火鴨臣、雞腳 又看到有些是豬雜、魚蛋等 那樣的 那見到它就是 都是有人排隊 所以我們都試一下 還有它的魚蛋就寫著陳皮魚蛋 不過我自己試了 就不太覺得有什麼陳皮味 那這些就是見到 但是見到它都很吸引的 那些山腸啊 就有些大條一點的山腸 又有一些鮑魚仔 這個紅腸 放到這些就是豬蜜、豬心、豬潤 那樣的 那看這個樣子就好像豬潤都應該不會硬 這個是鮑魚仔 然後這個是雞翼尖 那這邊就見到 似乎它都可能都出名的 還有它有觀塘店和荃灣店 還有這個荃灣店 它就寫著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一 就是休息 那如果星期一是公眾假期 它就會轉為星期二 那樣 那還有呢 就是看上去都OK的 衛生都很乾淨 那還有呢 就剛才都試過呢 我們就叫了一個小食 就是有火雞神 有山腸 還有有蜜魚的 那呢 就是35元 就是這盒了 35元 那我覺得都好吃的 那另外呢 就愛了一盒魚蛋 這裏有九粒 那魚蛋呢 就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不過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它十元有九粒 那這間餐廳呢 就是在全新天地第二期的地下那層的 那還有呢 就有很多間食肆 你們都可以過來看看的 那這個它的門面 好了 再走過一些呢 就有些西餐廳啊 那些那樣 那樣 這個是佈置的 有間叫李圓園呢 就是看到有些是好像珍珠奶茶 那樣 它有什麼珍珠鮮奶啊 那些那樣 那前面有個垃圾桶 因為呢 我們吃完之後呢 就要找垃圾桶來丟剛才那個紙盒 那這樣呢 那這層呢 都有一間是 就是被人玩 玩很多機動遊戲啊 那些那樣的 那這間呢 那這間呢 是西餐廳來的 那有些lunch set 那你會看到有些 大概最便宜的那些是78元 那其實這層呢 都很多不同的食肆 可以試一下 那還有這間呢 都幾大一下 這個玩一些機動遊戲啊 那些都幾大一下的 那它對面這邊呢 就有些是吃日本東西的餐廳 那其實這層呢 就開了很多一些新的食肆 那你都可以來試一下的 這裏這間呢 都開了一段時間的 那我經常都見 都有人在那幫襯的 它就是你可以在那裡 DIY 自己和小朋友 可以啦 來做西餅 那它會提供一些材料之類的 那這間呢 就是在它對面的 那我看到是吃茶漬飯啊 那這樣 那這間控陪的店呢 就是給你可以和小朋友 一起做一些親子活動 做蛋糕啦 那大概是400多元一個蛋糕 就是會給你材料 那到時呢 你可能跟著程序一起做 那這裏寫呢 就是每個甜品的那個價錢 再加上 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三歲以下 不用錢的 那如果你多一個人 進來做呢 就是照跟回去 每個人是加60元啦 那這裏呢 就是全新天地的一期 那在地下那裏呢 就開了一些 是短期的一些攤檔 那這裏呢 這邊看回去呢 就是 楊屋道街市附近的那些街 那這裏呢 就見到有這些糯米池啦 那就好像長洲那些那些 那樣啦 芒果糯米池啊 那另外呢 就見到有些賣植物的啦 那今天呢 給我的感覺呢 在街道啊 或者商場裏面呢 其實都多人出來消費的 又不知是否 因為五一黃金周啦 又或者是因為 之前下了那麼多日雨呢 那所以那些人呢 都會走出來走走走這樣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又有人在這裏唱歌啦 在一期那個 露天那個位置 那這裏呢 又見到有些賣些 床粒啦 枕頭袋 可以加上皮袋 一套呢 就一百元 那我就進去看看啦 那就是 它有分單人啊 商人啊 加大啊 那都是這個價錢 那不過有些呢 就是三百八十元的 那它有分開一些便宜一點的 那我買了一份便宜一點的 一百元試一下啦 那就見到它呢 就寫著是七百五十針的 那就當然相對就不夠 就是幾千針那樣好啦 那不過一百元呢 那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的 那好啦 今次我的分享呢 就去到這裏啦 那如果喜歡有條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channel啦 我亦歡迎你的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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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這裏